今天我们来看一台特殊的CDG 吸铁城的CBM3000 当然了还有CBM1000 2000 1000跟3000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触摸按键 一个液晶显示器 但是1000是没有电池盒的 它这个是有一个电池盒 可以装4节5号电池 而1000是一个底座的电池盒 这两款机器的声音都不错 而且这两款机器的话 这款机器我拿到是个220光头的版本 然后1000的话有东芝光头的版本 有220光头的版本 但是东芝光头坏了你就没得换 220的话坏了还是有得换的 是一个220的光头 而且整个这个光区是键5的 跟键5是通用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液晶排线 还有按键的排线是碳排线 这个机器拆解的时候 碳排线是比较麻烦的 我们来看侧面 侧面是一个电池盒的释放键 一个9V 内附外正的9V 来看正面 正面是一个电源的开关 一个音量电位器 带刻度盘的音量电位器 一个耳机的输出口 再来看侧面 侧面是一个线控的输出口 一个线路输出的输出口 其他接口这台机器就没有了 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台机器拿到手的话 最好是不要通电 我来找一下 不要通电 然后这种 这是蓝绿色 还是偏绿色的 这种电容 里边所有的这颜色的电容 全部要换掉 而且它在屏蔽罩里边 还有一颗是330违法的电容 那个电容也是要换掉 这就是330违法电容 这是在屏蔽罩里边 需要把屏蔽罩打开以后更换 如果要是换完了 不开机的话 旁边还有一个三级管 是14 1431 我记得好像是 那个三级管会 电容如果漏液 那三级管会被烧了 烧的话 你要换掉那个电 那个三级管 这台机器 修了已经是 有一段时间了吧 用的是 R20的索尼 KSS R20光头 总体来说 这个光头的话 坏了 我们可以有的换 这一点是不错的 那我来看一下 这个声音在哪里 啊 有了 总体来说 这一款机器上个是零缕合金上个后壳是一个铁后壳 这款机器的声音是比较不错的 跟剑舞有一款 剑舞那个高档那个叫 什么7来着 行后我忘了 跟那款是差不多的 但指的是东芝光头的 这是索尼光头 当然了 220光头的稳定度也一般 但必须得用 好的光盘 这是一个AB重复 锁定键 重复 停止 清除 前进后退 播放 说它是清楚的 它也不是完全清楚的 它是要 用手按压的 应该是一个 就跟键盘一样 是一个薄膜开关 这是AB重复 AB重复 锁定 但是这台机器我拿到手的时候 秒数的两个数点是没有的 有可能是碳排线出了问题 但是碳排线不建议大家来 就是来动碳排线 因为碳排线的损坏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时间长的 而且时间长的碳排线 基本上面说的就是西铁城的CBM100020003000的注意的一个要点吧 它的碳排线不要动 电容 只要是那种浅蓝色 浅蓝绿色的电容 全部要换掉 如果不开机 就换三机管 1431 我记得是1431 屏蔽罩里的电容 要换掉 这是它的几个要点 然后 东芝光头的 不建议动 因为你即使就是全新的东芝光头 它的毒盘的也不是特别好 我这张盘 是十击盘 滑得非常厉害 来换一张 我那张刻度盘滑得非常厉害 但是松下的机器 全毒 没有问题 就是对索尼的光头 它会比较挑一些 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有人在穿梭 她的眼睛 看似你更年轻 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 你就永远不会老 为了这个神迹的传说 我要努力去寻找 耶利亚 神秘耶利亚 耶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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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耶利亚 我一定要找到她 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好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